听到的是以古典巴鲁克时期的乐器编制 重新诠释演出的新疆民谣 掀起你的盖头来 不早说一起旁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新疆 或者呢是不是向往到新疆旅行呢 好从现在起呢 每周一的一二三晚上的音乐线上节目呢 主持人王世强呢将会跟新疆达人陈嘉祥 先生呢要带您一同感受新疆壮阔浩瀚的好风光 还有呢要感受新疆冬季银白色的梦幻美景 这节目呢已经呢从礼拜一进行到今天 今天的星期三呢 就是要请您呢跟着历史人文的角度来亲自巡礼 要发现新疆独特的文化 就是呢什么是新疆十八怪呢 好像是呢古丝道上地名怪 风吹石头砸脑袋 还有呢什么是鞭子底下谈恋爱 以及呢吃的烤像锅盖呢 在今天晚上音乐线上节目六点二十分呢 主持人王世强呢就会跟新疆达人陈嘉祥先生 要告诉您什么是新疆十八怪 而知道这新疆十八怪之后呢 相信您对于新疆独特的文化 还有历史人文呢也将会更加的了解 请您觉得不要错过了 就是呢在星期三就是今天晚上 欢迎回到音乐线上 我是王世强在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 很多人在一生当中可能都没有想到 我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 新疆的达人陈嘉祥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来介绍新疆 嘉祥大哥你好欢迎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对于新疆这个地区来讲 很多我们只有在小时候在读地理课程的时候呢 有机会接触到 那尤其在平常的民俗礼语当中 有讲到欧罗勃贼 大家才会想到说 乌鲁木齐那个很遥远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地方这样子 但其实新疆这个 这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范围 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到 要去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嘉祥大哥会迷上新疆 因为新疆的美新疆的大 之前真的是很遥不可及 可是呢就去了那么一次呢 现在就爱上他了 所以呢几乎每年啊 至少都会有去数次的一些的机会 那刚好这一次的听众们也都非常有机会来 我想把这几次的一些新疆之美啊 那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我想通常想到 比如说遥远的新疆 真的是对我们来讲 感觉好像很遥远 但实际上 现在到新疆的交通比以前方便的多 但是呢到了新疆以后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新疆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对了 现在主持人有讲到 之前如果要去新疆的话 那个必须都是要经过一些大城市的船机 那比如说有香港 那北京或者是西安 甚至要休息一天隔天才能到 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 那刚好在今年的部分呢 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呢 现在都有直飞的部分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们要去新疆的话 更方便也更容易了 但像新疆那么大 那尤其在不同的季节 一定都会有不同的特色 而且呢新疆 家乡大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听说新疆的不同的民族 少数部落民族很多很多 是的 我大概先分享一下整个新疆的概况 那新疆呢 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大一个省份 在新疆呢 像台湾有台湾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那你想想新疆有多大 新疆有46个台湾大 那甚至呢 在整个新疆的少数民族 哇那这是整个在整个中国目前是最多的 在整个大中国地区呢 少数民族呢 就有55个少数民族 那在新疆呢 就可以看到有46个少数民族了 那尤其像刚才提到说新疆的省会是乌鲁木齐 但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想就请加强大哥跟我们一一的来介绍新疆这个地区 好 我先来讲一下整个乌鲁木齐好了 在乌鲁木齐呢 有些比较稍微比较资深年长的一些听众朋友们 你可能对乌鲁木齐可能不是这么熟悉 但是如果讲到迪化就很熟悉了 为什么我们再过几天啊 又本上过年了 要采买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迪化街 迪化街 对 所以乌鲁木齐早期的名称就是迪化 那后来呢 在整个大陆那边在修改成当地的乌鲁密集的名称 在当地的维吾尔族语 代表是美丽的大地的意识 所以欧罗勃不是乱七八糟的意识 是美丽的大地 对 是整个维吾尔族语里面整个要发音过来的 那我在介绍整个新疆还有比较哪些有名的大的一些的城市 像乌鲁木齐比较偏向于在北疆的省会 那如果是针对于在南疆的部分 有一个城市叫库尔勒的部分 那因为不同的季节去的地方会不太一样 但是乌鲁木齐是一定都会去的 因为它现在整个都是整个机场的首发站 或是整个抵达站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季节的部分 有分成一年世纪去哪个地方会比较好的部分 这边有一些心得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分享一下 我建议如果是在春南花开的时候 我就建议往新疆的北部走 怎么在区隔新疆的北部跟新疆的南部呢 那我们先用一个字来代表就好了 新疆一个江治 新疆江最左手边是一个宫 也就是所谓的目前在整个中国西北省最大的一省 你不知道不来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就可以大概就知道了 它是中国最大的一省 再来新疆的江治的右边 它有三座山是代表横的 而且中间有两个田代表它的一个盆地 那新疆最北边的山叫阿尔泰山 那新疆中间的山是一个分水岭 也就是天山天山山脉 再来新疆最南端的地方呢 叫做和田山 或者有人叫做是昆仑山 因为那边昆仑山之前有产玉嘛 如果喜欢玉的朋友 我们后面阶段再来跟他讲 所以这个山呢中间夹了两个田 这两个田就是有两个盆地 及最北边的一个盆地 以及最南边的一个盆地 我们先讲南边的 南边的叫塔里木盆地 还有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沙漠 也就是在新疆的最南端的部分 那新疆最北边的叫准格尔盆地 所以呢你要不同的季节 玩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整个三座山 跟两个盆地就可以知道了 哇这真的是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都是地理课本上的名词 可是只有到了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体验到这个世界之大 尤其在新疆这个地区 其实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它相对于中国大陆 其他的省份来讲 原来是属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是的 所以它现在即使是开发了以后 它的都市 就是都市化的现象 相对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多 这边以都市化的话 目前在 如果有印象的听众朋友 在2010年 在中亚的高峰会 就在乌鲁木齐寺来举办 那时候整个全世界 尤其像APIC会议一样 都在乌鲁木齐寺 所以乌鲁木齐寺 已经改成为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跟我们之前想象的 是不是要到那边学校 要骑马去学校 他们现在已经进步很多了 你甚至如果可以看到 他们当地的那个叫公交车 那公交车可以说是 目前整个中国这么多大城市 它的公交车很不一样 他们叫BRT的一个系统的部分 你可以想到它的 而且坐车非常非常方便 那再来就是可以看到整个 不过目前乌鲁木齐 还没有类似他们地铁地下化 它目前都还是属于地上 因为土地面积很大 不需要挖 对不需要人力刻意去挖到地下化 是的 对所以由这一点 我们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一种 那种非常开阔 尤其是你想要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体验一下跟居住在台湾 尤其很多居住在大台北地区 都市当中的人 你真正想要感受到那种 开阔的空间的时候 新疆可能是一个 你以前没有想过的选择 尤其新疆 既然我们讲说大草原 那嘉祥大哥是不是能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新疆 除了这个已经非常现代化的 乌鲁木齐 讲到乌鲁木齐 我没有想到一个八卦 就是流行歌手王妃 当初结婚登记的地点是 在乌鲁木齐 但是其实新疆除了最有名的 这个乌鲁木齐的 这个现代化城市之外 它的一般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 除了三座山两个盆地之外 大草原到底在哪里 它的大草原的分布也很多 但是值得我每次去 一定会非常留恋的 有两个一个部分 一个就是那拉提大草原 我还记得是在两年前 我还带了一个团体去 我们在那拉提草原 啃着羊 新疆的烤全羊 真的是让你能够垂颜三尺 看着月圆的部分 新疆的月亮 真的有比较圆 因为它很空旷无际 在这个草原上面 吃个烤全羊 大肯吃肉 大肯喝酒 烤着羊肉 非常非常肥脂脂的 那第二个我推荐的一个叫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那边的大草原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甚至那边有一个目前在 整个中国唯一的生态的保护区 叫天鹅湖 非常原始 非常自然的 从西伯利亚大草原 他们远千里迢迢 到天鹅湖来过东 然后在那边所居住 真的你可以近距离 跟天鹅能够在一起飞翔 而且看见他们的忠贞爱情 你就可以提到 所以到整个新疆的 这两个大草原的地方 以我专业的旅游达人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第一个就是那拉提大草原 第二个就是整个巴音布鲁克 以及天鹅湖的部分 这听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美 尤其对我们来讲 那种所谓的一望无际 这样子一个形容词 可能一生当中 很少有机会真的体验 那不过我想 想要去体验 还会有一点怕怕的 因为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新疆的刻板印象 是一个游牧民族式大草原 那交通工具 不是骑马还是骑骆驼吗 那对于一般人来讲 什么样的年纪的人适合去 那现在有除了有飞机 直接到省会乌鲁木齐 可是要到这些景点 他的交通呢 现在以台湾要出发的话 我们大概都是会到 他的省会乌鲁木齐 完了之后呢 我们几乎都会坐他的游览车 然后往北到北江 甚至到嘴边的克纳斯 往南的话 南最南的可以南到到和田 甚至到最南大的克什 他们的回族的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部分 那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坐车 但是没有问题 蛮适合各年纪层的部分 我的印象中 我曾经带过年纪最大的 已经有大概有70岁的 他说他很回忆 他之前听一些民谣 王洛宾老先生 哼过的一些民谣 然后呢 后来再到了草原 又有沙漠 又有高山 他说奇怪 怎么新疆一次去 能够去到这么多的地方 所以呢 不到新疆 你不知中国之大 而且蛮适合不同年龄程序 但是我个人要提醒听众朋友 特别注意就是 你要去的时候 请你要记得一些 整个季节的部分 还有包括 比如现在是12月 在12月部分呢 我个人就稍微推荐 各位听众朋友 能够往新疆的南疆走 因为那边有一个 目前中国最大的沙漠 全世界第二大的沙漠 到塔克拉干嘛 大沙漠 那边的温度 现阶段还是 还算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新疆当地人 你只是去观光旅游 你还不适应那边的季节的话 真的不同的季节 要找对不同的旅游的方向 是的 比如说在新疆最北边 有一个城市叫福云县 它以冷的话 可以到零下46度 那以现在的12月的温度呢 大概是在零下5度左右 但是可不可以去 还是可以去的 但是如果再冷 如果是以积雪 或是结冰 比较浓 我就不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去 因为我们是以旅游的方式 那不是去那边 有一些风险性太高的部分 但是我自己一个很承认 每次去那么多次的新疆 去新疆的旅游 重点是在于感受 不是在享受 因为你享受在家里 喝个茶 看个报纸就很享受 但是新疆的感受 你要从心去看出发 尤其爱乐听众的朋友们 非常都是这种心灵的成长 所以在新疆旅游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所以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 准备要到新疆的话 不妨可以上一下 家强大哥陈家强 在脸书上 是不是有一个网页 跟大家分享 是的 我自己在我的脸书的网页上 有写幸福新疆的部落格的部分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那边有写一些文章 还有包括那边 世纪的风景的照片 都是我自己所拍摄的 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可以自行去欣赏 但是前提下 我要先把你的加入进来 因为那有时 比较现在不对外的部分 但是以爱乐的朋友们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听众朋友 记得这个幸福新疆 也许你可以尝试一下 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说 要到新疆这个地方 因为一般人来讲 我们讲说 出去外头旅游 除了方便近一点的地方 可能就是自由行 譬如说像日本 香港 东南亚 可是如果你要规划 长时间旅游的话 绝大多数考虑 这个便利性 都会考虑到美国或欧洲 但实际上就像 刚才加强大哥讲的 如果你要体验一个 完全不同的生活 还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背景 尤其新疆这个地区 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 那还有不同的少数民族 目前大部分已回族 也是所谓的他们的维吾尔族 这两个族群目前居多 那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关系 所以听众朋友去那边吃的部分 也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因为当地的风味餐 真的非常非常有特色 如果下个阶段 我在跟大家说 十一住行关于吃的 也是听众朋友 怎么去吹烟三尺 但是有些是比较忌讳的东西 比如说是回族 我们在当地 他们绝对不讲一个字 就是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个字 就是猪肉的部分 他们直接讲那个叫大肉 所以他们主食的话 以羊跟牛居多 但是另外一个 喜欢吃面食的朋友 我也特别喜欢 那边的一个叫干拌面 那个干拌面群都是 整个新疆维吾族 所擀出来的叫手工面 那个面的宽度 跟你的皮带宽度一样 所以他们在当地 又叫做皮带面 这个是令我垂涎三尺的 那里面可以加牛肉 或者是羊肉 以这两种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就手抓饭 他们的饭 不好意思 没有提供筷子 没有提供汤匙 用手在当地的抓的饭 但是有时候稍微入境水 也可以稍微适应一下 那最我垂涎三尺的话 就是烤全羊 在烤全羊的部分 是整只的 是放在他们自己的 大囊坑里面 烤出来真的是香喷喷 在吃饭前呢 还用卫物主的仪式 给他开光 然后再杀 请最整个当地 最有名的一个师傅 然后帮你们做取悦的部分 然后再做给所有的团员 那边吃 印象非常深刻 烤羊肉串在整个新疆 它有两种做法 最道道地地的话 它用取当地沙漠中的 叫洪流木 千年不朽的洪流木 给它串着羊肉 这样去烧烤 更能体会出它的味道 当然一般的 你去大巴扎吃的 烤羊肉串 可能就一般的铁 就直接在木炭来说 烤的部分 一串呢 大概就是人民币 大概是两块钱 那如果是洪流木 靠船的话是三块钱 我建议听众朋友们 稍微不要吝啬那一块 因为那是原汁原味的 红流木的 真的让自己回味 吃完肉食之后 不要错过再体会 整个当地非常有名的水果 哈密瓜 新疆的哈密瓜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但是季节是在于 夏天目前是最多的 那哈密瓜 甜的 让你整个甜的嘴巴 让你能够破表 你就可以知道了 而且在整个 茶余饭后完之后 还可以再体验到整个 吐鲁番的葡萄 它的葡萄 它有分成 有白色的 有黑色的 你像最有印象 最印象的话 就是叫马奶子的部分 所以听众朋友 喜欢吃新疆的葡萄的话 这个是可以带回来的 那如果是晚上 因为那边的餐厅 就没有再提供营业的 肚子饿怎么办 我建议听众朋友 可以带着囊饼 回到你自己的酒店可以吃 就是那个囊饼比你的脸还大 圆圆的 月亮的脸 那个可以从早吃到晚 放了三天三夜都不会坏掉 可是就是香跟味跟美 非常非常扎实的部分 就新疆的囊饼 所以其实新疆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今天只是初步的 大略的了解一下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继续请家祥大哥 我们来介绍新疆 同时听众朋友 有兴趣的话 不妨也可以上 家祥大哥的脸书的 部落格 幸福新疆 更进一步来了解 以上内容由中华航空与您分享 前进乌鲁木齐 华航带您发现新疆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